生命带来的祝福 陈梦宜 熟悉全部生命系列的朋友可能会知道 写这本为时的时间点正是在2020年3、4月 也就是COVID-19全球大爆发的期间 尽管这段时间杨定一博士正在出差 却仍然在百忙之中抽空开始写这本书 就像是有一种更强烈的急迫感 希望更快将全部生命系列真正想要转达的为时 意识为主的观念带出来 杨博士口述这本书的时候 我除了同时记录下来 也会抓紧白天的空档回头整理文字 一般情况下 我会在整理告一个段落时 再读给杨博士听 一方面和他核对是不是贴切地表达原意 另外也是保留调整和补充的空间 那天很有意思 我通常读完每一章就会停下来 等杨博士补充 有时候他也会打断我直接修正 但是那天我读完接下来的第24章 没有任何回应 我等了一会儿 确认手机还在运作 没有断线 接下来才打破沉默问他是不是忘记打开声音了 再过了比预期更长的时间 也许是半分钟还是一分钟 我才听到电话那一头有了声响 杨博士告诉我 他刚刚听这一章 感觉他好像带着一股全新的能量 力道和前面的章节完全不同 正在想要怎么调整时 一只美丽的鹤突然来到他眼前 接下来杨博士把贺的照片发过来 也就是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这一章 确实这样的经过 在我们写作的过程是一再地发生 有时是小鹿 有时是老鹰 对杨博士来说 这是生命来和他打招呼 让他知道这么走下去是对的 尤其在写维师这本书的时候 杨博士后来告诉我 其实他周遭的祝福是丰盛的不可思议 贺群的唱贺此起彼落 就像是现场演奏的交响乐 也是因为这样 他有时候还必须把手机调到静音 免得我分心 是这样 后来杨博士也决定 这一章不需要再做调整 他全然不同的流动和力道 本身其实就在说话 最重要的是 从他的角度来看 为时不只是一种抽象的观念 而是可以完全穿透身心 跟你我眼前正在面对的挑战结合 也只有落实为时的观点 让我们能真正掌握地球变化 所带来的转机 而活出每个人本来都有的性觉 至于是不是如此 相信读者只要读下去 也都能亲自去实验 去体会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24. 前面谈到感受 谈到爱 说到底都离不开身体 注意往外 你的觉察自然体会到一个世界 而会认为这世界是完整的独立存在 注意往内 也就让你体会到这个身体 假如往内的注意 再加上感受 就画出一个完整的身心 这一来 也自然让你会认为 你的身心是独立的存在 而自然要有一个生死的机制 注意 无论是往外或往内 所捕捉的印象 再加上念头的比较或整合 不光是让你成立记忆 更让你创建时间的观念 在这个前提下 身体的意识是我认为最有意思的一个题目 身体的意识 本身就重叠了感受和念头 才会让你认为身体是那么的坚固 那么的固定 那么的扎实 那么的实在 你可能还记得 我过去说 一切的念头都是神经的讯号 最多可以说是神经细胞的活动或作用 然而感受 比起念头还额外加上了一重放大的效果 它用你身体种种的内分泌化学分子 作为讯息传导物质 在进一步扩大神经的作用 而可以跟每一个细胞互动 直接去影响甚至指挥细胞 是这样我才会说细胞本身就有记忆 你、我、心理和情绪的创伤 许多都还埋藏在细胞的层面 当然 透过感受不断放大讯息的过程 最后得到的电子讯号 还是会回馈给神经系统 这样子 才让脑和神经 能够跟全身的细胞 做一个双向的交流 你仔细观察也就能体会到 你对外的觉察是用五观 看、听、闻、常、触 再加上念头所得到的 但是 你对外的觉察 偶尔也会跟感受链接起来 是这样 你才会对世界某个部分 某一个人 某一件事 某个东西 某一个画面 某一个声音 某个味道 某种感触 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透过五观和念头组合的觉察 再加上觉察和感受柔和出来的印象 你更会认为世界真的存在 不光存在 而且你我是可以跟它区隔的 你我跟这个世界是分开的 对外的注意就已经有这么大的作用 然而你对内的注意 其实更是被放大再放大 而且都跟感受链接起来 你只要想想 也就明白 这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 毕竟 你对内的观察 不是眼睛可以看得到的 而是要经由你去观想 念头的作用 才能掌握 是这样 更需要靠感受 来为你创建足够深刻的印象 你只要去观察 也就能归纳出来 注意对内时 感受的作用更是特别丰富 而且几乎是要随时发挥作用 只要你去注意身体 观察身体 不可能不带着一种感受的成分 而且感受的成分 比念头的作用更大 过去 你会认为身体的反应 是相当客观 但是你现在再去体会 也自然会发现 你对身体的衡量或注意 主要是受到感受的影响 比如说 你会感觉身体很舒服 肩镜是放松柔软的 你也可能觉得头痛 喉咙紧 脸红心跳 手酸 脚麻 关节僵硬 胃痛 肠胃不适 皮肤发痒 手脚无力 透过这些 其实是主观的感受 你也自然就把感受 和那个部位做了链接 对你 感受和身体部位的链接 也就活了起来 好像有一个独立的生命 这些感受是那么真实 而让你觉得真有一个身体 而它会痛 会痒 你在透过身体去接触外界 也自然发现 样样你所接触的 都可以引发不同的感受 比如说 你摸到一个温润的表面 自然让你容易心平气和 有些人听过粉笔 刮过黑板的声音 会不自主地脊椎发凉 觉得很不对劲 吃一口浓郁的食物 会为你带来满足 有些人光是吃一餐冷食 就可以难受一天 在公园的角落 看到流浪汉在翻找垃圾 你可能会感到心酸 路边有人大声骂人 你听不清楚他骂什么 身体可能已经缩起来 心情也变得紧绷 柔柔的风吹过来 会让你放松一些 猫咪沿着墙壁走到你脚边 它毛毛的身体蹭过你的小腿 你可能觉得很有趣 想蹲下来摸它 一只大黑狗竖起了背上的毛 发出呜呜的声音 你也可能立即觉得有危险 看见别人做好事 你或许心里马上感觉暖暖的 看到有人对服务生很不客气 你自然会讨厌 小婴儿黑黑的眼睛盯着你 你自然会浮出微笑 觉得欢喜 感受 不光让我们对于在环境所看到的样样 都肯定它们的存在 反过来更确定了 自己也有一个独立的存在 而认为自己和环境是隔离的 从你出生到这一生结束 在这个经过中 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就是你自己不断地在强化一个不存在的身份 这个不存在的 虚拟的身份 也只是一个既局限又隔离的一个相对的小你 而你真的认为自己就是这个小小的你 你非但把一个虚拟不存在的小你当作自己 而就这么一辈子走下去 你更会认为这一生所能累积的也只是数不完的伤痛 你可能因为长相 习惯 或一个你永远不知道的理由 被周围的人霸凌 没有人站出来帮你 让你觉得好像被全世界遗弃 你也可能被最亲密的人抛开 不断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很糟 才没有人要 你也可能掏心掏肺对人 最后却受到背叛 再愤怒也无济于事 你可能受过侵犯 但好像所有人都认为是你的问题 也或许你一直感觉受到歧视 因为你是某个性别 种族或出身 你再怎么努力都得不到公平的对待 甚至可能连家人都不理解你 就连你善意地表示都被误会是别有用心 你也可能受到别人恶意的欺骗 让你不断责备自己的轻忽 始终不能原谅自己的愚蠢 这一切的经过 可能都已经在你心里留下了伤疤 就像一个绑得死紧的结 这个心结你还不敢想去解开 毕竟就连轻轻碰一下 都可能激发你强烈的反弹 在这种情况下 要让你看到整体 体会到心或意识 坦白讲是不可能的 你的注意已经老早被情绪带走了 任何经验和体会都免不了要经过这些伤痛的过滤 也就这样 这些情绪层面的伤疤还会进一步创建你的个性 你对人生的观感 也就这么把你锁定下来 要你从这种状态走出来 确实是相当困难 即使你愿意走出来 你也自然会想去分析 为什么自己当初这么倒霉 是不是当时做或不做某件事 现在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你也可能不断地自我检讨 想在行为或做的层面 找到一个补救的方法 看能不能减少一些损失 但是 你现在仔细观察也就明白 这些检讨 反省 分析或补救 都还是在意识的下游着手 或者也可以说是在课题 一般人所谓的客观的现实在着手 这些检讨 反省 分析或补救 坦白说 其实只会耽误你的时间 反而还让你更是找不到出路 既然你的注意力都摆在这上头 也就根本来不及观察到真正的重点 你不会去注意到 咦 认为自己有那么多悲伤的人是谁 你也不可能看清 为你组合出各种印象的机制 你更不可能去觉察到 到现在你所经历的一切 究竟是怎么来的 这些都看不到了 你也根本不可能去探讨 多重性是怎么来的 对这些生命根本的机制 你连一点好奇心都不会有 你不可能会去想 奇怪 一个统一的全部 一体 心怎么可以延伸出那么多样 多重的现象和事件 其实 样样倒不是由这个统一的意识 或意识场延伸出来的 事实是刚好相反 是因为你有一个头脑在不断地做隔离 不断地区分念头和念头 感受和感受 觉察和觉察 身体部位和部位 身体和别人和世界的隔离 所以是你在体会到多重的样样 而且最多也只是 你 我 全部人类 地球的众生 都共享同一个意识场 你和我和其他生命 才会得到一种重叠的印象 而有一个共同的世界的观念 你可能很少有机会去观察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五官的作用是各自排斥 还是可以同时存在 就算可以同时存在 这些作用是不是要受到 边界条件的限制 是不是要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或框架 一样的 无论是对外或对内的注意 有没有一条界线可以区分开来 对外或对内的注意 一个时间是只能存在一个 还是可以一起存在 你没有去探讨 也自然不会留意到 你所想 所体会 所相信的一切 也就只是你自己 透过觉察 念头和感受 创建起来的 正因为你还是没有 领悟到真正的重点 也就自然会把这一生的注意 落在样样的现象或形象 你会想了解或创建 种种形象和现象的关系 并且想知道 用什么方法或技巧 可以把它们链接起来 你以为这么做 就能为你累积更多学问和道理 还以为这些学问和道理 可以让你从里头走出一条路 你从来没想过 落在形象和现象的层面上 你想找或认为 可以找到的这一条路 反而是让你显得更深 你可以再进一步观察 感受是从哪里出现 是不是从一个没有空间的空间 不是点的点延伸出来的 感受延伸出来后 也许是痛 不舒坦 萎缩 接下来才会落到一个部位 但是你仔细观察 初期的感受好像是中性的 还没有带动情绪 是你透过记忆 也就是念头的作用 把它链接到一个部位 接下来 你还来不及注意到 这个部位就再也跟你的情绪 分不开了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机制 这个身体的意识 才会那么坚实 你可能还记得 我过去不断地提醒你 要先从身体的意识着手 毕竟 即使你懂了理论 甚至在思考层面 也领悟到了 全部生命的种种观念 但是 你透过身体累积下来的习气 实在是太固定 太坚实 是这样 我才会用那么多的作品 先为你创建一个理论的基础 为你省掉追寻观念的时间 让你可以真正体会到 修行的理论 其实是再简单不过 而你不需要再浪费时间 往别的地方找 在我看来 真正的修行 是在这个领悟的平台上着手 将这一生所有的习气 累积的洗脑和错觉 做一个转变 这一个层面 才是我们真正该做的 如果不这么做 你即使懂了道理 还是难免再被身体和习气 给带回去 我也看过很多修行者 虽然有一定的成熟度和领悟 但是一落到经验的层面 特别是身体的需要和变化 也就随时不小心 又被带走 继续迷路 他可能突然变才无碍 又有神通 也就认为自己有老师的身份 不知不觉 他甚至反而可能迷路更深 跟别人 跟一切的隔阂 不但没有减少 而是更大了 这就是我三十年来 一再观察到的普遍现象 你想想 这是多么可惜 当然 你也可以说 这些所谓的修行者 或许就是领悟还不透彻 才会走歪 是这样 我才会强调 修行要创建在一个 稳健的理论平台上 五官和注意的作用 无论从哪一个角落出发 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意识 最多可以说 是从同一个意识场延伸出来 甚至 无论肉体 情绪体 心智体 各种能量体 所有的体 都是从同一个意识场 同一个意识延伸出来的 即使在一个幻觉的世界里 全部的共同点 依然是意识 倒不是物质 物质最多 也只是一种 透过念头 和二元对立的机制 延伸出来的现象 对二元对立的头脑 物质是真的 但是对整体 一切物质的后面 最多还只是意识 物质也只是反映意识 意识随时在你内 而你也在它内 它跟你的距离 是比近还更近 完全没有一丝缝隙 你不管怎么看 怎么找 到哪里 都可以找到真实 甚至 连在你会认为是幻觉的世界 例如做梦 都可以找到 有了这样的理解 作为你修行的平台 你的修行最多 也只是表达 从生命的每一个角落 你都可以体会到意识 知道自己没有离开过意识 你全部的体验 本来就是意识组合的 如果你还要去分析 所有的经验 再把它变成另外一套道理 也只是继续 在不相干的层面上忙碌 而这一生 也许就这么过去了 你最多是发现 你需要在这个基础上 不断练习的 最多也只是接受 完全彻底 一点一滴都没有质疑的接受 也就是 臣服 你只是接受 一切 本来就是如此 It is as is 你只是接受它 这句话 我想你现在也可以体会到了 在任何现象 你都可以看到主 可以接受它 既然如此 你还需要对任何现象 去要求 去评估 去做改善吗 一切 本来就是如此 你也可能注意到 无论在活动或读书会 我带着你做练习时 都是陪着你一起 先把身体的意识找回来 毕竟 虽然这个身体意识 骗了你我一辈子 但是以现代人的处境来看 你可能根本还来不及注意到它 现代人对生命的体会并不均衡 几乎是失衡的 只停留在头脑的境界 你在生活中完全依赖头脑过度的作用 你不光是让头脑加倍工作 要比别人更快 更好 更有效率 你甚至还进一步希望 透过科技快速的发展 让你将注意转向一种虚拟的实境 就连你不可或缺的身体 你都注意不来 更别说去探讨我前面所分析的这些机制 是这样 我才会花那么多时间 让你先把身体找回来 然而这里说的把身体找回来 指的是让注意落回到身体的点点滴滴 落到每一个部位 也只有这样子 你把注意从头脑的范围挪开 让意识落在身体 而从身体的全面再延伸甚至扩大 而让你走到意识海的门口 现在 你站在这本书的角度回头看 是不是可以理解 我们确实就这么走了好多冤枉路 但同时你又会同情我 也明白这冤枉路是必要的 要不然 我们抵达不了一个共同点 我让你再冲一下 你再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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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冲一下